首先我要講 中國大陸可能不只是 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制一 它可能跟台灣的關係非常密切 我們台灣對中國大陸 經貿易純度一直居高不下 大概40%左右 所以從這個情況來看 中國大陸的發展 其實牽動著台灣未來 特別是在經濟這一個層面上面 那您剛剛提到 從31條到26條 其實它有個脈絡可循 首先我要講的是說 這個理念 照顧台商 台灣民眾的會台理念 它是一直持續不斷 而且在不斷地精進跟細節化的 照顧台灣民眾 是中國大陸持續不斷要做的事情 而且可能越做越多 所以現在的26條 我認為是31條的2.0版 它除了更細節化 更廣更細化以外 其實它還有加了很多 我們所謂忽略的地方 剛剛向文哥提到的前13條 是對於台商比較關心的 可是後13條可能是跟台灣民眾比較關心的 包含連交電信的資費 包含台灣同胞在大陸的購房資格 包含台胞的職稱評審 還有分類招考 這些基本的權益 其他都照顧到 有時候你細看它內容 我覺得對台灣民眾來講 絕對有它的影響 您剛剛問我說意味著是什麼 我覺得對台灣民眾來說 越來越覺得在中國大陸 不管是求學 工作 要創業 都是一個未來很棒的一個基地 這種感覺用八個字來形容吧 它可以是一個實現理想 安生立命之所在 所以這樣的一個發展下去的話 這個台灣民眾對於大陸的嚮往 當然不斷的會增加 會累積 會往中國大陸 心會往中國大陸去 這也是現在的執政黨 台灣執政黨當局最擔心的意思 因為他們已經守不住台灣民眾的心 台灣人民的心會往大陸去 於是